许多官和据典都会安排健康促进课程 来帮助长者活化身心 但如何让长者喜爱上课程 养成爱运动的好习惯 也是需要用心的来设计课程 藤湖社区因此也特意用心规划 并借由高龄86岁的老师 带领长者来一同活动 我们今天是关怀祭典上活力健康操 我们的老师就是我们旁边这位卢老师 给你们约他几岁了 他今年86岁了 但是老当义壮 都在找我们这些老大人做运动 我们这些老大人 他们做运动方面都很欢喜 因为他们在家的时候筋骨 或是坐在家看电视 筋骨都这样 他们经常说一句 骨头都要生水了 很无聊的 只要如果来社区 在做这些健康操的时候 他们就这样 感觉整个幸福都烧起来 都很有精神的 很有活力的 社区长者来到据点 进行健康促进课程 也都表示能够在一起同乐 身心也同时得到舒缓 维持健康 也让他们的生活 过得既充实又愉快 当然咬手就比较凌厉 比较凌厉 还比较健康 怕也比较安安 社区人说 感觉是真好 大家身体健康 还有大家活动都不错 而看到长者透过课程 使身心健康都有所帮助 脸上也洋溢着笑容 这也是社区规划课程的目的 因此发展协会秘书陈女士 也表示 很开心能够帮助到长者 医长和生锋肯定课程规划的用心 也鼓励长者应多多来运动 才能使身心健康得以维护 生活才能过得更加幸福 记者卢宇凯 竹山采访报道 视频就会发展了 词到现在我们来视频 请不吝点赞